当你打开HiTizCC的网页的时候 你可以用email注册 也可以用社群账号注册 那也可以安装它的APP 使用它内建的扫描器来做登录 这两个主要的差别就是 如果你使用一般的信箱 那它就是10个人的教室 使用APP的话就是50个人的教室 进入教室之后 你可以看到下方 就会显示出你目前教室的人数 那我们可以使用PDF 或者是空白的电子白板 进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QR Code和教室的连结 右上角是全部的页数和目前所在页数 同学加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同学的名单 右上角就有目前全部同学的人数 除了老师的QR Code外 同学端它也可以显示教室的连结 给其他的同学使用 在电子白板的工具上 它有像这样放大镜 我们可以把页面做放大 此外它也有提供三种画笔可以使用 也有个别输入文字的功能 还有提供一些常用的几何图形 接着我们来介绍很好用的教师推送页面功能 它可以把老师目前画面的内容 传送到学生端 同学除了看到这个画面之外 也可以把老师的画面打开 直接在上面做标注 变成自己的笔记 当然学生也可以打开完全空白的页面 来记录老师的上课内容 当做是自己的笔记 当老师这个页讲完进入下一个页面之后 同学的画面就会又变成是空白的 等到老师您决定好要把画面的内容传递给同学的时候 同学那边除了看到目前传送过来的新页面之外 旧的页面也会继续留着 现在我们来看看ITH它所提供的多元互动工具 包括了单选题 文字席 作品收集 抢答 随机抽人 计时器 这些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看抢答 老师按下抢答这个按钮之后 同学们画面上就会出现抢答的铃铛 看谁速度最快就可以取得回答的机会 接着我们来看看随机抽人 按下Pick之后就可以从同学中凑出一个人 也可以把这位同学名单就把钉选到我们的画板上 接着我们来看看计时器的功能 有倒数跟计时 好我们来测试倒数五秒钟 再来我们来看看单选题的部分 进入单选题之后 你可以看到所有同学的名单 然后呢我们首先来这边设定一个正确答案 如果你怕同学在画面上看到 可以直接按键盘上的相对应字母 这个时候同学的画面也会出现 可以选按的字母按钮 按下之后 老师端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同学已经回答了 当所有同学都回答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停止这个单选题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圆柄图来查看 也可以使用长条图 还能使用翻牌的方式 一次把所有同学的答案都翻转出来 接着我们可以来看看文字体 文字体的部分按下之后 同学端就会出现文字输入方块 同学把答案送出之后 老师这边一样就可以马上看到 当所有同学都送出之后 我们一样把它停止 用翻牌的方式就可以看到 所有同学的回答内容 如果老师想把同学的内容放到白板 只要把它选起来 只要把它选起来 在这边按一下就可以把它贴出来 那也可以透过右手边这一个 将全部的答案一起复制到剪贴簿上 我们再透过文字工具 把它一次贴到我们的电子白板 或其他的软体里面 再来我们来看作品收集的功能 同学端呢 它会出现三个选项 它可以透过拍照 或从自己的电脑 去选择它的档案 也可以开启空白的页面 或是从之前传送的画面来做 例如 开启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标注 跟进行回答 完成后按下送出 这个则是开启空白的画面 让同学呢 自己进行回答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白板来做使用 按下这里 就可以看到之前老师所传送的页面 用这样的方式 直接来回答老师的问题 也是很好的 老师这边会看到同学脚交的内容 可以把同学的档案勾选之后 放到白板上 我们就可以进行讲解 接着可以选按右下角 回到作品集的页面 继续找其他的同学作品 拿到画布上来进行讲解和说明 此外我们也可以针对比较优秀的同学 把它加个信号 那么这样我们再找这些同学的内容 就可以比较方便 当课程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这边 把所有的画面绘书成一个PDF档 绘书成PDF档之后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此外从这里按下结束登出 同学的画面也会跟着直接登出 不用担心它 还会留在教室里面 感谢观看